欢迎收看汉天生活报道 我是张肖 首先来看南加州社区方面的消息 为抗击疫情提振本地经济 洛杉矶华人华侨联谊会于日前在阿罕布拉市举办了一场洛杉矶传统桥社抗议振兴社区经济研讨会 美国洛杉矶华人华侨联谊会创会主席马树荣 现任主席关建荣 美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联盟荣誉主席周德昭 美国国会众议员赵美新 洛杉矶县县政委员苏利斯 洛杉矶县公共卫生部卫生官Mill Davis等政要出席会议 针对新冠疫情在全球扩散 造成南加华人社区恐慌情绪 并对本地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与会人士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新冠病毒流行期间 南加地区消费者指数急速下降 为尽快扭转这一不利局面 提振本地经济 美国洛杉矶华人华侨联谊会 余日前在阿汉布拉市举办了一场 洛杉矶传统桥社抗议提振社区经济研讨会 美国洛杉矶华人华侨联谊会创会主席马树荣 现任主席关建荣 美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联盟荣誉主席周德昭 等主办方代表出席会议 美国国会众议员赵美新 洛杉矶县县政委员苏利斯 洛杉矶县公共卫生部官员图蒙戴维斯 洛杉矶县消费者与商业部负责人 里格雷耶斯等官员受邀出席 针对新冠疫情在全球极数扩散 造成南加华人社区产生恐慌情绪 并对本地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与会人士发表了各自看法 最近新冠疫情非常严重 已经有好几万人感染了 现在在海外其他国家都要受到感染 影响到我们多产兹 因为新冠疫情很厉害 因为一般的餐馆都掉了80% 我朋友有四家餐馆 有两家都暂时关门 我希望能够把这个经济 把它搞起来 因为这个问题 我特别邀请了 这个地方官员 包括人邦政府这个叫美心 邀请了这个洛杉矶县 因为这个卫生局是他管的 邀请他们来 他们为了这个事情 特别成立一个小组 今天刚刚宣布成立一个小组 来接着我们解决 这个经济的问题 知道大家是不是要担心 会受到影响 不敢出门来过正常的生活呢 我们高官也讲得很清楚 现在社区没有这个事情 大家不用担心 也没有受到直接的感染 感染都是在坐飞机 来到之后 从母航坐飞机来到之后 他们都应该离了 所以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不要担心 大家都要出来 吃饭 买东西 这样的话 我们就不但经济好起来 最重要是大家 请死守 请死联 这样的话就会好很多了 我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合唱员 江凤年 王爱玲 庄慧玲 阮瑞仪等社区代表 以及上岛餐饮集团负责人 欧阳涛 共同出席了当天的座谈会 与会人士一致表示 希望本地民众不要恐慌 更不要以讹传讹 要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正常去超市餐厅消费 为提振本地经济多做贡献 汉天卫师记者 吕丽川 阿罕布朗斯采访报道 南加州知名律师 刘龙珠律师事务所 于日前在圣盖博士 举行了一场 打911电话 酿车祸研讨会 案件负责律师 刘龙珠在会上表示 2017年3月7日晚 中国留学生同名 驾车被撞以后 在911电话指挥下 追赶逃逸车辆 并酿成撞人致死车祸 而被定罪 刘龙珠律师进一步表示 这个单一事件 衍生了一个公众安全问题 值得社区思考 请看报道 南加知名华裔律师 刘龙珠律师事务所 于日前 在盛盖博士 举行了一场 打911电话 酿车祸研讨会 刑事及民事律师 刘龙珠在会上表示 2017年3月7日傍晚 中国留学生同名 在洛杉矶 驾车被撞以后 立即自电911报警 在911电话指挥下 他继续追赶逃逸车辆 并酿成撞人自死车祸 现在中国留学生同名 已遭洛杉矶警方扣押 并即将被定罪 刘龙珠律师认为 在911电话指挥下 酿成车祸 并被定罪 这个单一事件 衍生了一个公众安全问题 值得社区人士认真思考 我希望大家都来正式 打911这个问题 因为为什么 这个不但关系到 你自己的生命安全 这个关系到 路上其他人的生命安全 准确来讲 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 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同体共生 地球才是一个 完整的一个村落 所以从这个事件来说的话 我觉得大家 一定要有安全观念 什么意思 打911该怎么打 911跟你对话 该怎么对话 911给你发了一个指令 该做还是不做 我觉得每一个人 都要问下自己 你一定要正式这个问题 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通过这个事件 这是一个悲剧 不是一个家庭的悲剧 是两个家庭的悲剧 但是希望通过 这两个家庭的悲剧 可以杜绝 可以减少其他 所有家庭的悲剧 我觉得这是真正意义在的地方 每一个人 我觉得都要有保护自己 保护别人的观点 因为公众安全 是头等大事 人命关天 那法律的层面呢 我只是四个历史里面 其中一位 那么我了解的部分呢 我们下一步的下个步骤 是量刑 那么量刑的层面 应该根据我目前的情况 量刑应该第一 量到最低 那即使量到最低 我从我认为 那其实 我的客人应该是无罪的 因为他只是 严格执行了 一个911的指令而已 他是躯体 他不是中枢神经 中枢神经是911 所以我希望911的工作人员也好 打911的群众也好 每一个人都要问一下自己 我怎么样来做 才能够保护自己 保护别人 中国留学生同名母亲张女士 西来大学国际学生交流中心经理 李春宏等社区人士 出席了当天的研讨会 他们希望911电话值班警察 应该深刻反思这个案件 加强内部作业管理 杜绝此类不合理事件 再次发生 汉天卫时记者 吕立川 盛盖博士采访报道 中心社华盛顿 2月25日报道 美国白宫24日 致信国会两党领袖 申请约18亿美元应急资金 以加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我敦促国会迅速采取行动 提供所需的额外资金 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局代局长 沃特在这封信中说 川普政府认为有必要增加额外的联邦资源 以应对可能恶化的新冠肺炎疫情 白宫的这项请求包括向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提供12.5亿美元的新资金 以及调拨另外5.35亿美元用于抗击埃波拉病毒的资金 转用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这笔资金将被用于紧急医疗用品供应 实验室检测 疫苗研发和其他形式的疫情监控措施 国会民主党人随即抨击白宫的行动太晚 应对疫情资源投入不足 并对政府从其他公共卫生项目转移资金的做法不满 美国民主党人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在24日晚发表的声明中说 白宫申请紧急资金太少也太晚了 他还用窃取形容政府挪用应对埃波拉病毒资金的行为 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 民主党众议员尼塔·洛维表示 白宫的请求远远不足于保护美国人 众议院民主党将迅速采取行动 制定一个强有力方案 全面应对新型肺炎疫情 而不允许本届政府窃取其他有必要的项目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24日更新的数据 目前美国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例共53人 其中美国境内确诊14例 从钻石公主号邮轮上撤回的确诊病例36人 纽约时报认为 白宫申请应急资金的做法 是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升级 也显示了美国遏制疫情可能需要更多时间 据美国媒体统计 加上此前已经投入的资金 美国至少将花费25亿美元用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继中国之后 美国也将开启瑞德西韦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临床实验 2月25日据CNBC报道 美国政府临床实验数据库发布的消息显示 美国正计划对吉利德在研究药物瑞德西韦进行临床实验 该实验由内部拉斯加大学医学中心 和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联合进行 将在全球多达50个地点进行 并将根据协议 对这种名为瑞德西韦的药物与安危剂进行对比测试 截至该网站当地时间2月22日发布这一消息的时候 该实验还没有开始招募病人 据CNN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WHO助理总干事布鲁斯·埃尔沃德 2月24日考察了中国的情况后说 我们目前认为 只有一种药物可能有真正的疗效 那就是瑞德西韦 不过埃尔沃德也指出 由于病人的数量下降和其他药物的试验也在进行 这些试验的注册率很低 瑞德西韦是美国吉利德公司 正在研发中的一种试验性的抗病毒药物 已经显示出一些对抗其他导致SARS和MERS的冠状病毒的希望 此前已经在海外完成二期临床试验 但它还没有在人类冠状病毒身上进行测试 疫情爆发以来有研究发现 该药物对治疗新冠肺炎具有潜力 因此正在中国面向新冠肺炎病人展开临床三期试验 吉利德公司此前发给记者的声明表示 这两项试验正在湖北省多家医院展开 患者入组均在进行中 临床试验由中日友好医院负责协调 患者将接受为期10天的瑞德西韦静脉注射 两项研究的主要终点包括 接受治疗后28天的临床症状改善 吉利德预计将在4月份获得试验结果 我们必须开始优先考虑那些可能拯救生命 和更快拯救生命的项目 埃尔沃德在他们会上称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不是中国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 受此消息影响 吉利德股价当地时间2月24日上涨4.6% 但次日早盘下跌1% 2月24日川普在印度爱哈迈达巴德发表讲话 多次狂飙印第语和印度人民 奇怪的发音在网上引发吐槽 脱口秀主持人崔瓦也在节目中播放了 川普念印第语的片段 并当场模仿起来 Swami Vive Kamunanda Suchin Tendulkar Duvirot Kohli He even made an effort to show the Indian people how much he respects them by trying to speak their language and it went about as well as you would think India welcomes us at the world's largest cricket stadium right here in Abbott Namaste Namaste Chiwala Gujarat Sardar Patel Ashram Suchin Tendulkar Gujarat Goa Diwali As the great religious teacher Swami Vive Kamunanda once said Oh man Oh even if that pronunciation was right that facial expression was so wrong that looked like the most exercise he's gotten in decades it's like Kamunanda Kamunanda All right that's my steps for the day I'm done Oh man Now Now this was really interesting after Trump butchered half the Hindi dictionary Indian Twitter lost their minds right people were coming on like dude it's not Namaste it's Namaste who messes up Namaste it says Namaste but to those Indians I say please don't be mad right Trump may not be able to pronounce Hindi words but he can't pronounce English words either so he's an equal opportunity offender and besides think about it it would have been way scarier if Trump had come out all fluent in Hindi can you imagine if he just came out he's like Kese to Marajel Maitum Sepia Aakabal Botsundere Kuch Kuch Otei Bigly It would have been weird 当局周日晚表示 联邦官员正在考虑 将文图拉海军基地的 木骨角作为新冠状病毒 而受到隔离的美国公民的隔离基地 文图拉海军基地 在周日晚上正式宣布了这条消息 基地在官方推特上发表 国防部长马克蒂·埃斯佩 支持文图拉海军基地 作为因冠状病毒而受到联邦隔离的 美国公民的集中隔离基地 美国加利福尼亚 文图拉港 文图拉县海军基地 木骨角正在准备作为集中隔离设施 共到达洛杉矶国际机场的 冠状病毒接触者或疑似携带者乘客使用 美国联邦卫生和公共卫生服务部 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 国防部已经在全国开设了 可以容纳这类旅客的隔离基地 而文图拉海军基地是一个确定为 适合作为隔离基地的地点 海军基地将仅根据他们的旅行历史 来隔离美国旅行者 并监控他们的冠状病毒症状 目前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 正在尽快支持准备文图拉海军基地 成为在必要的时候能够支援疫情爆发的基地 在这份声明中 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还指出 美国出现症状将监视基地内居住的 所有旅客是否有感染迹象 并将他们转移到适当的医疗机构 关于此次隔离基地筹备的新闻发布会 将于本周一2月24日下午6点30分 在木谷角剧院举行 截至目前除了文图拉县海军基地 美国已计划拟建15个隔离基地 在加州的共有三个 包括菲尔菲尔德、河滨市和圣地亚哥 文图拉海军基地距华人区约80英里 驱车需要近一个小时 文图拉县海军基地位于 加利福尼亚文图拉县海滨城市 奥克斯纳德 由木谷甲海军航空站 淮尼米港圣尼古拉斯岛 于2000年10月11日合并而成 目前文图拉县海军基地内 约有19000名军事人员 2014年8月27日 美国海军在文图拉县海军基地 成功完成MQ-8C火力侦察兵无人机的精确倾斜舰试验 此外美国海军还将MQ-4C海神无人机 部署到了文图拉县海军基地 在中国疫情逐步稳定的时候 日本、韩国等海外国家不断爆发大规模疫情 这次美国建立隔离基地 也是为了美国国内大规模的疫情突发 做好充足的战役准备 虽然目前美国的疫情局势尚不明朗 但也请大家保持警惕的同时不要惊慌 保持个人卫生 家中准备好口罩和提高免疫力的药物 随时关注来自官方的最新疫情消息 希望不久的将来 这场病毒风波可以尽早结束 回归正常的生活 2月24日星期一 科比布莱恩特的遗孀 在对卡拉巴萨斯坠毁的直升机操作员提起诉讼 该诉讼称 这位直升机操作员杀死了传奇巨星科比布莱恩特 以及他的女儿共9人 科比遗孀瓦尼沙布莱恩特在诉讼中指控 该公司允许直升机在大雾和低云中飞行 而Asland Express公司运营证书中指出 将飞行员限制为只能在视线良好的情况下飞行 诉讼称 阿拉佐巴扬试图操纵直升机前进并清除云层 然后将直升机以大约每小时180英里的速度 转头进行陡峭的地形 地面上的目击者报告说 在直升机坠毁之前 直升机飞过了一层云雾 该诉讼还指出 2015年FAA传讯飞行员阿拉佐巴扬 称其违反了事业方面飞行条例的规定 飞进了洛杉矶国际机场附近视线不佳的领空 罗伯还透露 科比在坠机前几分钟还发给他短信 称希望帮助阿尔托贝利 获得一个棒球经纪人的实习机会 不幸的是阿尔托贝利的父母及妹妹 在几分钟之后便和他相隔彼岸 事发当天天气恶劣出现了罕见的浓雾天气 糟糕的天气是事故的主要原因 一位商业飞行员分析到 当时的天气状况非常糟糕 飞行员应该也发现了地势的不断升高 明显试图拉升飞行高度 但当时在两山之隔空间有限 他又很难保证目视飞行以迅速拉升高度 因此在我看来只有180度转弯才能脱离险境 但他在转弯时转向了一个地区逐渐抬高的地方 发现离地面越来越近后 他本想再次拉升高度 但不幸撞在山上 事故发生后一周内 数十万粉丝涌入斯泰普斯中心 为这名伟大的篮球运动员悼念 送上鲜花、篮球等物品 表达自己的敬意 现场调念者无不掩面哭泣 可欠科比在球迷心中崇高的地位 41岁的科比在胡人队 度过了他整个NBA生涯 其中绝大多数时间都在斯泰普斯中心 他帮助球队赢得了5次总冠军 在科比的职业生涯结束时 他被广泛认为是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篮球员之一 以上就是今天的汉天生活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